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019年2月15号 今天的主要新闻有 世界各地藏人欢庆葬礼土株新年 带来两毛尊者接见美国印第安代表团 四镇洛杉格会见日本议会议员 四镇洛杉格出席2019南非国情资讯会议 美国中医院议长南希佩洛西 重审对西藏自由运动的支持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在藏历2146年土株新年来临之际 西藏精神领袖带来两毛尊者 藏人行传中央四镇洛杉格和西藏人民议会议长 白马穷乃 分别向世界各地的藏人同胞和支持人士 致意新年的祝福和问候 西藏精神领袖达来两毛尊者 于2月4号在印度北部达兰塞拉关顶 接见一批年龄平均超过90岁的藏人使 向境内外藏人传达了藏历土株新年的祝福 尊者在接见会上表示 在此藏历新年来临之际 我主要想为今天在场的年龄超过90岁的老年人 特别是西藏境内的藏人同胞 致意新年的问候 同样也向流亡中努力奋斗的藏人 致意新年的问候 大约6至700万藏人是观世音菩萨救度的对象 尽管藏人经历艰难的时期 但西藏独特的宗教文化 在这个世界上脱颖而出 人们对这一独特的文化特别新奇 并认为符合现代科学 因而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认可 因此我们这一代人可以说是尽到了责任 达兰良达尔子进一步指出 西藏的自由事业以真理为基础 永远不会磨面 而且会随着岁月越来越清晰和强大 要迫真理的是武器 虽然武器可以暂时压迫 但不会长存 而我们藏人的斗争不是靠武器会获得的 而是需要手握真理和正义之力量 因此请境内的广大藏人同胞 保持安定和快乐的心态 而我们在流亡中的藏人也做得非常好 虽然我们在流亡中已经历数代 但是对藏人的传统 语言文化 以及对西藏自由斗争的理念 依然坚定不变 正在努力当中 感谢大家 并再次祝大家藏力新年扎西得乐 而藏人行政中央死者洛桑桑格 和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白马熊奶 也分别与藏力新年来临前夕 向世界各地的藏人同胞和西藏支持人士 送上了藏力新年的祝福 两人都呼吁藏人遵照达莱喇尊者的教导 保持团结 共同推动西藏自由事业 司者洛桑桑格表示 都会受到这个工作 在这下集中的教导 一边都会出现 这些团队的战略 都会出现 的在那里 访问 如果因为 在这些团队的 找到 从来 从来 这些团队的 在这些团队 在这些团队的 务力上 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白马琼乃指出 另外 印度喜马席尔邦总督阿查里·亚德夫夫雷德先生 也向世界各地的藏人致以新年的问候 他表示 我祝愿达赖喇嘛和世界各地的藏人新年快乐 罗萨扎希德勒 希望新的一年为每一个人的生活带来幸福 热情和快乐 我们将携手并肩朝着世界和平的方向前进 而据可靠消息来源证实 在藏力新年期间 中国当局限制藏人庆祝藏力新年 当局的这一行为为传统的藏力新年庆祝活动猛胜了阴影 中国当局派遣大量军警在拉萨的街道进行巡逻 并禁止政府工作人员在新年期间参拜寺院 此外 达兰两贸尊者于本周一 2月11日 在达兰萨拉的关顶接见了由美国印第安作家 迪帕克·乔普拉率领的印第安代表团 并发表简短讲话 达兰两贸尊者在发表讲话时 强调自己是古印度文化的学生 并集中谈到古印度智慧 在应对当今世界情感危机 以及通过教育和恢复失去的传统方面的重要性 另外 1月29日 司政罗桑桑格在日本大阪市 出席了一场由日本远藏团体举办的活动 并在发表讲话时强调 如果需要理解中国的话 首先必须了解习藏 司政罗桑桑格在出席日本远藏团体 雪山下的火焰组织的演讲活动时 向聚集的日本国会议员和远藏人士等数百人 介绍了西藏境内的人权状况 呼吁日本为保护西藏文化和生态环境而发声 并加大对西藏议题的支持 支持藏人行政中央所秉持的中间道路政策 以及为重启藏中和谈而发声 而在本月早些时候 司政罗桑桑格在日本议会办公大楼 会见了日本议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的成员 在长达一小时的会议中 司政罗桑桑格向与会的议员们 介绍了目前西藏境内的政治局势 和国际社会对西藏自由事业的支持 并赞扬日本议会成立全球最大的议会支持西藏小组 希望日本加大对西藏问题的支持 并呼吁日本政府发表声明支持中间道路政策 并敦促中国政府恢复与达赖喇嘛尊者代表间的对话 此外 藏人行政中央次任洛桑桑格 于2月5日抵达南非开布敦市展开访问 期间会见南非前总统 佛利德里克·威廉·戴克拉克 南非英卡塔自由党主席布特莱奇王子 以及多名国会议员 2月6日 司政罗桑桑格在南非开布敦市佛雷克里德基金会 会见了南非前总统 威廉·戴克拉克先生 并就有关西藏问题等重要议题交换了意见 前总统德克雷克在会晤期间 向达赖喇嘛尊者质疑问候 并表达了他对西藏问题的强烈支持 当天司政洛桑桑格应邀出席 南非英卡塔自由党主席 国会议员迈克·娑特·布特莱奇王子 举办的欢迎会 布特莱奇王子在致此时表示 南非和西藏人民有着共同的价值观 并珍惜自由民主 无论我们在哪里实现这一目标 我们都必须这样做 现实是国际社会支持南非争取自由的斗争 现在必须支持这场为西藏自由而进行的斗争 2月7日司政洛桑桑格出席了在南非议会中举行的2019年国情资讯会议 并在会议召开前会见了部分南非议会议员 2月8日司政洛桑桑格在西开普会见南非支持西藏团体的代表和成员 感谢南非人民多年来支持和关注西藏问题 请继续收看今天的最后一则新闻 在中国占领西藏 迫使西藏精神领袖 达来两毛尊者和数万藏人踏上流亡之旅的60周年之际 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和多个藏人组织和倡导团体 与2月12日在美国国会大厦联合举办感恩美国活动 感谢美国政府和人民长期以来对西藏人民的支持和援助 2月12日由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 华盛顿地区藏人协会和国际深远西藏运动举办的感恩美国活动 在国会大厦中举行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和多名国会议员们应邀出席的活动 并表达了他们对西藏人民争取自由斗争事业的支持 谴责中国当局对藏人的压迫政策 佩洛西女士在活动上致辞时重申了美国对西藏人民的支持 她表示如果我们不勇敢地说出来 我们就失去了所有的道德权威 随后藏人行政中央次政罗萨桑格在活动上致辞 敦促特朗普政府尽快任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 并代表西藏境内外全体藏人民众向佩洛西议长赠送了纪念品 以示感谢美国政府和人民长期以来对西藏自由运动的支持 另外在当天活动上的亮点之一是 来自西藏精神领袖达莱朗尊者的视频讯息 尊者通过视频强调 现在我已经近84岁了 回望我们和美国的关系 很多朋友都不在了 但是他们诚挚而坚定的支持永远在 西藏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善良 观众朋友藏人行战中央电视台 本周西藏华语节目就到此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